对抗通膨的关键时刻来到了 这个礼拜就是全球的超级央行州 要请教舒函 包括从美国联准会一直到我们台股 有哪些应对的对策 请教你 好确实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首先看到这个央行州 超级央行州登场 美国6月14号 台湾欧洲6月15号 在日本的话是6月16号 可以说是轮番登场 那当然公布利率决策 就会来影响我们的股会去表现了 市场现在预估 美国联准会6月 应该是会暂停升息的一个状况 那么台湾央行到底是会跟着连六掌呢 还是说踩刹车 其实现在市场杂引很多 主要是我们的CPI 目前还是维持在高档的一个部位 所以央行会不会来做预防性的升息 现在还真的是很难讲的 那我们再来看到 就是美国联准会的利率决策 其实现在法人已经来推算了 这个台股应该会有三套剧本要走 第一个当然是意外升息 这个当然会非常的意外 所以全球股市就会修正整个压力 所以会面临承压的一个部分 包括了暑假的旺季股啦 还有原物料股啦 或者是金控股的部分 都值得大家来去关注了 那如果是第二套的剧本 就是暂停升息 也是目前呼声最高的 那么将会维持盘间的格局不变 AI族群我们大家就可以来关注一下了 今天整体台股的大盘 是落在了16955点 其实距离万七真的非常近了 这一步之遥能不能跨过去 就看会不会踩到这个剧本 再来就是六月暂停升息 但是透露出七月可能继续升息 那这一套剧本的话 预料会出现一个震荡格局的出现 那么包括了业绩成长股 苹果供应链跟AI相关类股 大家就要看看 有没有一个多头的动能出来了 也提供给投资人来做参考 还有人会去观察到 就是包括航运类股了 因为北国西雅图港 现在作业完全停摆 已经有两天之久 怎么回事 舒函 确实这个劳资纠纷 一直在这个陷入僵局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呢 航运的价格是不是又要出现波动了 我们来看到现在劳资的磋商进展 非常的缓慢 持续罢工当中 而它是北美最大的港口之一 还有它也是农产品运输的药道之一 而且涵盖的是2.2万人的一个部分 所以看得出来是非常具有影响性的 现在我们看到 现在货物有这个严重堵塞的状况 所以有52亿美元价值的货物 都在卡关当中 这当然会影响到后续等等 原物料等等上升的一个状况 那么短线当然会导致运价波动了 大家应该要审慎来做一个因应 而其实美西的港口罢工 真的是频传 包括我们在2020看到的 这个洛杉矶的港口 还有这个长堤港 其实都一直在爆发 这种所谓罢工的问题 这简直就已经是物流的一个慢性病了 当然可能比不上疫情期间 整个塞港这么的严重 但是这个问题恐怕短期是难以解决 所以大家恐怕还要再过一点苦日子 大家再观察一下 好 来看到的就是国内的房市 预售屋的价格现在全面升级了 所有统计发现 预售屋一字头的房价几乎都没了 请教初涵 确实现在想要买房可能又更难了 主要是原物料的价格真的标得非常的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材不断的上升 现在专家就说 平均一平的这个电梯的这个大楼的建价 从原本13 14的这个成本 现在已经到20了 所以你看到永庆房屋就估计说 2020大约有1.3万件的预售屋单价 还在一字头占19%将近20的一个状况 结果到了2023年前4月份 不到800件 占比只剩下了3.7% 七大都会区几乎都绝机了 只剩下预售屋市场比较小的 就是包括云林跟宜兰 还有超过三成的一个占比 而我们也看到三年来的 整体房价的一个变化 在屏东的部分 更是大减了这个90.6% 而苗栗的部分 因为受惠于竹科外溢的一个效应 我们也知道竹科现在房价标得很高 外溢之后 现在他们的减幅也达到了73.9% 我们看到新岸价格竟然上来 有刚性的买盘 当然中古屋的价格也会因此来推升 尤其现在市况已经只稳了 你知道打房的措施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 所以跟长的机会真的不小 我们来看到单价一次头的中古屋 在双北现在比重非常的低 大概只剩下新北 像是淡水 拉系纸 三支等等地区 那新竹跟台中是只剩下两成以内 桃园 高雄 台南大约还有三到五成 其余的县市其实还有占比超过一半以上 像是嘉义或者是台东地区 除了财经重点 也欢迎您扫描旁边QR Code 下载TVBS新闻APP 掌握更多资讯 今天提供给您的新经济